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卓多线程和异步任务系列视频 我是主张老师布鲁 当时上讲的学习,我们已完成了我们自己图片轮播器的全部设计和实现 并且到上讲为止也基本上完成了我们安卓多线程和异步任务这一块所有知识点的讲解 我们本节课主要是对我们这部分知识的学习做一个总结 希望大家能够来梳理一下刚刚学过的这些知识点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导图 这是我们课程一开始的时候就给大家看过的 给大家分析过 那么我们现在整个课程完了 我们学完了以后又来好好的看一下我们到底学了哪一些东西呢 我们本身的主题是多线程和异步任务 在讲解的时候 我们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多线程的意义 我们本身这里单线程代码写的好好的 我们为什么需要用到多线程 对吧 为什么可以通过多线程来提高我们的用户体验 避免我们一个经典的一个什么呢 ANR ANR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用户界面没有响应 这是一个非常差的一种情况 会流失我们当然的用户 我们就可以通过多线程来提高我们的用户体验 避免我们的ANR 然后我们的多线程这里面又会涉及到我们多线程相关的一些通信 通信我们后面会才讲到 然后通信里面我们又会讲到我们后面的利用线程词来提高我们相应的一些代码的功能 这是我们最开始讲到的一些广泛的意义 做的一些广泛的一些讲解 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完了以后具体的就来了 具体的就是我们如何来创建我们的多线程呢 我们既然是要进行我们多线程开发来避免我们的ANR来提高我们的用户体验 那么具体的应该怎么来书写呢 那么这里就要讲到我们安卓的本质是基于我们的Java的 它是Java这本语言 那么Java如何来进行多线程编程 我们的安卓就是如何进行多线程编程 那么我们Java当中实现多线程编程的有几种方式呢 有两种分别是继承我们的thread类来实现一个多线程 以及实现一个runable接口的方式来实现一个多线程 这两种的实现方式其实在Java的时候都讲过 在安卓的时候做一个重点的回顾 那么核心的最重要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两种方式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一再给大家强调 我们的继承thread类它只能是说就影响了我们这个类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本身这个类就只能继承一个负类 如果它继承了thread类它还能继承其他的类吗 而我们的接口它是一个类可以实现多个接口的 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第二个在实现一个runable接口调用的时候 可以实现共用同一个runable实例 那么对应的一个变量也是共享的 那么这里就体现了我们实现runable接口这种方式 可以让我们实现资源的共享 而我们继承thread类是不能用同一个实例 创建多个线程的它每一个都是单独的 这又是这两者最重要的区别 它我们实现一个runable接口 更加适合用于资源的共享 当然你如果说我非要用thread类来做资源的共享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是用的是我们静态变量的这种方式 我们讨论的都是相对而不是绝对 而最后一种 这两者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呢 它本身sweet这个类 它就是实现了runable接口 它就是runable接口的子类 所以说我们从而总结出来 我们在实际开发过程当中 更多的会选用实现一个runable接口 来实现我们的一个多线程编程 这就是我们的多线程的创建这一块 我们学会了如何来创建我们的多线程 学会完了以后 我会告诉大家这里还不够 为什么呢 这里的话还会涉及到我们加瓦当中的性能瓶颈 我们的性能优化 那么如何来优化我们加瓦当中的多线程编程这一块呢 这里就引入了我们线程池这样一个概念 线程池就用于解决我们之前不停的lue thread 这样的一个弊端 它最主要的就是说缺乏这些线程缺乏一些统一的管理 会造成一些不良的竞争 甚至说我们资源的浪费 内存溢出 而且我们每一次去新建对象也是一个不好的等等等等 我们是有很多弊端的 为了解决这个弊端 我们引入了加瓦多线程 然后这里又引入了加瓦的线程池 这里的话又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四大金刚 这四大金刚分别是我们的缓存线程池 如果线程池的长度超过处理的需要可以灵活回收 如果没有回收的则新建线程 这是我们的缓存线程池 我们这里的fixed就是我们的创建一个定长线程池 控制的是我们线程最大的并发数 超出的这个并发数的线程请在队列当中等待 等你前面的几个兄弟执行完了以后你再来执行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单线程化的线程池singer 他只会用唯一的一个工作线程 只会有一个工作线程来执行任务 保证所有的任务顺序都会按照你指定的一个顺序 来一一的来执行 他不会去插段 也不会出现一些并行的现象 而我们最后一个schedule 这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线程池 他最重要的是他支持我们的定时的任务 也支持我们的周期性任务 这一点在我们最后的设计图片轮播器的用一个 我们的周期定时性切换图片的时候 我们是用到它了的 说这是我们的四大金刚的线程池 大家也一定要在实际开发过程中灵活去使用它 好的 那么我们学完线程池也就是我们加画的多线程这优化的提升以后 我们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既然已经学会了多线程的创建 学会了多线程编程 那么你线程与线程之间如何来进行通信呢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最主要的就是你的UI组线程和你的一部支线程 你的工作线程当中如何来完成一个通信 他把他的工作做完以后如何来通知你 这里的话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类叫做我们的Handler 这里的Handler 我这里就不再花更多的时间做一些解释啊 最重要的大家要知道 我们核心的就是我们的Handler类 Looper Message和我们的Message Cream 这里的话这四者的关系 我们其他的线程调用Handler Send Message 将需要主线程处理的事件添加到我们的Message Cream当中 然后我们的主线程通过我们的Looper 从Message Cream当中取出Message 然后来做对应的一些处理和消化 这里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机制 这里也是我们的一个图片啊 这是我们的Message Cream 这是每一个Message 然后Looper来取这样的一个消息 Handler来发送这样一个消息 同时Looper取出来的消息也会给Handler分发到HandMessage当中进行处理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安卓原生给我们提供的几个类 来处理我们线程之间的通信 然后学完以后我们会发现 会发现什么呢 我们用Handler来实现这样一个线程与线程的通信 来实现我们的多线程的话 我们觉得略显繁琐 虽然说它也很好理解 它的机制也非常的优良 但是我们觉得稍微麻烦了一点 这一点在我们的谷歌已经早就考虑到了 从而推出了我们又一个主角叫做AssignTask 我们本身的AssignTask就是为了更加方便的在紫园 紫线程当中去更新我们的UI元素 它可以非常灵活的让你从紫线程切换到UI线程 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的Handler无法替代的 虽然说我们Handler很好用 但是它并不像我们一部任务AssignTask这样的灵活方便简单 所以这一点的话大家也一定要注意 这是我们的一部线程 然后我们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的AssignTask和我们的Handler这两者 虽然说一个是封装的比较好的 用起来比较方便 另外一个它没有封装 它更加原生 但是这两者是没有谁比谁更加优秀的说法 这两者都具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大家这里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觉得AssignTask好用也怎么样 但是一定要注意我们的AssignTask和我们的Handler 它的存在都有它各自的含义 各自的用途 AssignTask可以让我们的使用更加方便 我们的Handler可以让我们的控制更加精确 所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都需要去熟练掌握并且使用好它 最后的在利用我们之前学好的这些知识点 提炼出来的一个小的一个设计 什么呢 设计自己一个图片的轮播器 这里分为了三步子 我们第一步要想轮播图片肯定得有图片啊 所以我们这里要加载图片 这里就涉及到了我们的本地加载一张图片 或者说我们一步获取网络图片 这就是涉及到了我们的多线层编程 以及我们引入了ViewPager这样的一个空间 支持我们的手势滑动 而第二步当我们支持手势滑动还不够啊 我的滑动还要是一个无线循环的滑动 它从左侧可以滑到最右侧 又可以滑到最左侧 又可以滑到最右侧 而我们这里的话给大家介绍了两种方式 分别是我们欺骗适配器 在适配器当中将我们的GitCon 只返回无线大的这种方式 IA总是构造数据源 在你本身的图片数量之上 增加了一个头部和尾部 这样的一个构造数据源的方式 实现了无线循环 当我们实现了无线循环以后 最后再加上一个自动轮播 使用的就是我们线程池当中的一个谁呢 Schedule Thread Pool 通过它来为我们的图片轮播器 加上了一个自动轮播 自动轮播每隔10秒 定时10秒以后每隔10秒 执行这样的一个自动轮播任务 并且在自动轮播任务的时候 我们还填平了几个坑 当你的自动轮播任务和你的手势切换 这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它的索引要做一个替换 不是说你的自动轮播就自行自动轮播 在自动轮播的过程当中 我手势又滚动了 那么对应的索引是不是应该发生变换呢 所以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书写代码的时候 一定要思维缜密 考虑收响 好的 那么到这里为止的话 也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安卓多线程 和义部任务这一块的全部的学习 希望大家在课后的时候 一定要多写代码 把这些知识点都变成自己的 也希望大家在安卓学习的道路上 一帆风顺 越学越好 好的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